和科技市场的大消息 苹果执行长贾伯斯健康再度亮起红灯了 他特别选在昨天美股休市的时候 宣布了这样的消息 但是消息一放出来 苹果在德国法兰克福股市的股价 还是立刻下跌6% 这已经是贾伯斯第三次请病假了 一个人一生能缔造多少传奇 但苹果执行长贾伯斯 11年来每一年的全球软体开发商年会 贾伯斯照例一身黑T恤牛仔裤 却可以年年缔造传奇 才缔造了2010年iPad传奇 贾伯斯却立刻在2011年一开春 宣布请病假 这是贾伯斯第三度请病假 立刻掀起市场动荡 因为苹果和贾伯斯早已成为命运共同体 就是这种对产品的异常热情 贾伯斯甚至比产品更抢眼 纽约时报评论 贾伯斯传奇就在于他划时代的创新 加上对产品设计和功能的细节 几乎吹毛求疵的着迷 还有谁都无法取代的 贾伯斯谈判手腕 各大厂没有谁能拒绝 做只有苹果能相容的内容 结果没有贾伯斯的苹果 我真让人觉得怪怪的 贾伯斯第一次消失 在2004年宣布遗脏癌后 不过复出之后带来 iPad和iPhone风潮 第二次请病假 在09年进行肝脏移植 当时整个人暴瘦 但六个月后 在病房中不断被贾伯斯 吹毛求疵的iPad随之亮相 这就是贾伯斯的魅力 它是苹果王国的方向 和创新动力 中新闻李会报道